來我們看題目 這邊有一個高H長涼的光滑鞋面 只要對東西往下滑 請問你滑到底下速度變多少 第一,是在高中會變成所謂的公式 就是把它背下來,當公式背下來 做法,我們前面講過了 這裡如果要考計算 就是A加B等於A加B 動能加位能等於動能加位能 那很多題目是不用算的,好觀念 機側,機側考過,就會考考過 考觀念,那是要算 那就是動能加位能等於動能加位能 最高點的動能加位能等於最低點的動能加位能 沒有摩擦,所以呢,機線會守門 動能加位能0 那為什麼我之前位能等於動能 因為我們習慣上,最低點位能多少 0,就不用加了,加0就沒有加了 最高點,最高點是沒有動嘛 所以多了多少 0,那也不用加了嘛 所以我們只有寫位能等於動能 最高點的位能等於低點動能 然後公式,什麼公式 公式就是 動的公式是二分之一,而不是平方 位的公式是MGH 所以這樣寫 然後就一向消掉M 白牌移移 答案就是 根號而且H 所以答案就選是A 我說過了,這在高中 有人把它當作公式背 這在高中的人把它當作公式背下來 好,同理 張公式 兩公式 質量時 滑下來 到地面出爛 這個E位沒有辦法 因為你開在根號 基本上很難湊到根號可以完全平方 所以呢 就讓你取到小數點D位 個人D位 哇 最累 大概都好就好了 其實你看到他3 4 6 10次你就知道 你只要算到整數就夠了 你只要說整數3加1就是A嘛 算整數4 6的答案就是C嘛 所以其實你 其實你是不用算到小數點D位 你只要算出整數那位 就會有答案 就會有整數 就有答案 像多少呢 反正他答案 他都是3.14 都不一樣嘛 所以你只要 來 這個人叫做 35 35 B 答案多少 B 2嘛 B 沒錯 一樣 光滑 只受重力 沒有摩擦 地球能守恆 機械能守恆 動能加胃能等於動能加胃能 最低點沒有胃能 最高點沒有動能 所以就直接寫 最高的胃能等於最低的動能 然後公式mgh等於2分之1mv平方 然後往裡面帶 其實 那個質量是可以消掉的 但是我還照寫不入 然後呢就是 就是要4點多就好了 你只要算出來整數是4就知道答案了 所以答案選B 這就是 沒有外力作用 機械能會守恆 動能加胃能等於動能加胃能 所做的計算 OK 下面題目就是 有外力作用 機械能不守恆 30公斤2公尺滑下來 有摩擦 到地面的速度是4 請問你摩擦所產生的熱能多少 應該是動能加胃能等於動能加胃能 如果原來有10胃能 後來只剩下3胃能 什麼意思 摩擦力 摩掉了 蹊跤了 少掉就差 所以 它會少掉的就是被摩擦力給 損耗掉了 摩掉了 早換成熱能掉 好 所以就算了 好 應該是這樣 應該要守門 但是因為我們摩擦所以有損耗 所以你們兩個相差 最高點的胃能 應該通通變成最低的動能 結果沒有完全變過 如果一掃就是摩擦力做工 所產生的 所轉換的能量 所以就算完 為了怎麼算 為了怎麼算 MGH-2mgm2 好 往裡面帶 是不是往裡面帶 帶一帶帶 然後就可以算出來 到348 它掃掉了348胶 就表示摩擦力 摩掉了 轉換掉了 轉成熱能的348胶 就是 原來的 檢掉後來的 不見得就是被摩擦力弄掉了 OK 很簡單 同理 民車戰界問 下來 5公尺 2公尺 10公斤 掉下來 掉到底下的時候 速度6 那請問你摩擦力產生了多少膠了 我其實也可以倒過來問你 我告訴你摩擦力多少 問你著地的速度有多大 就是位置速度不一樣 但是想法是一樣的 OK 發覺 它的機用10來帶比較好算 機用10來帶比較好算 這樣子應該是多少咧 這樣子是應該多少咧 可以算 可愛小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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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喔 抽不到欸 有 11 11 2B 請坐 你答案選2B 跟剛才一樣 應該是力學的要守衡 因為有摩擦不守衡 所以原來的位能 減掉後來的動能 就是被摩擦力消耗掉的 被歪力消耗掉的 好 你就把它往裡面帶 位能怎麼算 MGH 動能怎麼算 2分之1MV 平方 往裡面帶就可以了 往裡面帶 數字帶進去 認真努力做 答案就叫做20 就算完了 就這樣 就叫做 有摩擦 所以力學能不守衡 所少掉的 就是被摩擦力損耗掉的 OK嗎 有人問得不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